我觉得最大的一个经验是第一次打 然后梦想成真的感觉 然后也是学到了很多球场上挑战性很多 然后需要很虚心的去接受你的失误和失败 所以从那里学到很多耐心 32名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成绩 所以希望今年有一个更好的成绩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进步了很多 从去年开始 然后也是学到很多经验 应该是在 我觉得是在整个场地 在状态不好的时候 更加懂得如何去把握好自己的情绪 和打出一个不错的成绩吧